我不是网上申请那个淘宝客吗 我加盟他这个 然后后期 人家淘宝购物 我赚题材就这样一回事 平时不跟你赚题材 平时不跟你赚题材 他就是一种 他说是营销模式什么的 薛师傅是跟杭州红尘科技有限公司 签的服务合同 他当时交了2880元服务费 享受的是普通学员的服务 薛师傅说 后来对方又让他当合伙人 微信聊天中 红尘公司负责招商的梁总监 是这样说的 跟我们公司合作 不用担心没有人脉 没有客源 一天赚七千多 我想很多人一个月工资 都不一定有我这位学员 一天来的多 这就证明了一点 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选择对了 即使在家睡觉也照样赚钱 我交了大概五万多吧 五万多 对 那中到钱了吗 没有 现在只赚几百块 合同上 红尘公司的地址是在萧山合庄 薛师傅从嘉兴赶过去 没找到 后来对方又让他到下沙的 新加坡杭州科技园 还是没找到 打电话过去后 两个小姑娘来接他了 对方看到记者也在 愣了一下 哪位是小梁 我 那个微信情理就是你跟他聊是吧 对对对 真的这么赚钱吗 每个人赚钱的话 他是看自己的 不是说 不是说就是说 每个人因为做任何一个投资的话 他都是有风险的 选择对了 即使在家睡觉 也照样赚钱 可薛师傅交了五万多 当了所谓合伙人 三个月来 怎么才回来了几百块钱呢 合伙人只是一个版本的一个称呼 他交的这个钱 是我们用来给他打广告的 你可以问一下他 广告做了以后没有实际效果 有些人一加 你就把你拉开了 广告是不保证任何剂量效果的 它只是起到一个 家人 然后有一个概率的作用 服务合同中有一项内容是 群裂变 提供1500元群裂变的方法教程 协助学员增加群人数 还包括发展学员奖励300元 无限发展下级代理 享受下级代理用金的10%等等 对方说 合伙人是更高级的版本 能让薛师傅加更多的人 两个小姑娘说 他们不掌握公司核心机密 但可以带薛师傅去公司详细了解 这位梁经理跟薛师傅的微信聊天中 是这样夸耀公司成绩的 双十一当天 学员收益最高可达32万 看来吴姐这个月 数钱要数到手软 再来看这段话 红尘科技2018双十一当日 用金收入学员排名前十名名单如下 最高学员的成绩为 76473元 这是一天的收入 你敢想象 因为我是做我一个招商经理 我是根据他们的收益拿提成的 你拿多少 每个月的工资都不一样 因为我也不止这一个客户 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 因为的话 我们这个的话 你说你上个月多少 上个月啊 就万把块钱吧 你的客户占了那么多 你才占万把块钱一个月 因为我们的话 最主要的是客户那边的拿提成的 明白吗 那你还不如去做客户呢 我们的技术部可以 你给他解释一下 怎么一个做 怎么谈装 你给我介绍一下 不是 我们这个就是说 他是分享这个优惠券的 对不对 那当你的用户 后面下 我们这是免费发展的 那你在淘宝上去买东西 买了之后可以临取这个优惠券 临取之后呢 那你买东西可以省钱 那你分享了 就可以拿去它一定的佣金比例的 原来所谓躺着赚钱 就是在朋友圈分享购物优惠券 一旦有人购买了 分享者可以从中获取佣金 至于怎么每天帮薛师傅 加三四百个微信好友 来分享购物优惠券 对方说是商业机密 不便说 但这位技术部负责人认为 薛师傅太懒 真的是想躺着赚钱 根本没有在朋友圈分享 可薛师傅说 他压根不懂怎么操作 而且公司推荐的喜欢网购的人 根本不愿意加他的微信 他的要求是退钱 这怎么又提到刷单了呢 刷单不是淘宝明令禁止的吗 记者正听得津津有味 公司柴总把话题打断了 就是我们有一个淘宝店铺 如果说他没有钱了 他刷那个淘宝店铺的 这个事情我们就这样好了 这是我们跟客航交通一下 薛师傅的意思是 至少把刷单的三万退给他 记者建议他多退点 比如退四万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淘宝公关部 对方反馈说 查不到这家公司是不是淘客 但每个人都可以在淘宝联盟 免费注册成为淘客 分享自己的淘客链接给朋友后 朋友购物了 淘客可以获得用金 但收取五万元高额入门费用的 看起来是利用信息不对称 在欺骗不懂的人 至于薛师傅说的刷单 淘宝方面表示也会去调查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